大家好,我是秋田 这次要说的故事从长尾井虎在佛前忏悔开始 这时候的井虎已经决定出兵反击 正在讨伐自己的情歌长尾情景 并立誓会舍弃任何情感,只会壮大越后国 而逐立幕府也走向末路 日本各地群雄都想要让自己家族成为日本下一个统治者 因此日本各地开始发生各种战事 这个时期就被称为战国时代 远在日本北方越后的长尾家正在内斗 害怕弟弟崛起了长尾情景 出兵讨伐弟弟长尾井虎 而井虎出于无奈率领大军冲向秦景本阵 很快就击败哥哥秦景 最后成为新的越后守护 而另一边在甲匪 武器商人正在展示火枪的威力给武田情信看 开火后全部的人都被爆炸声吓一大跳 远方的盔甲也被子弹轻松穿过 大家都被这种远程武器震慑住了 武器商人马上和武田说 对面的长尾井虎买了10把这种武器哦 武田家成马上说 柴石只也太少了吧 起码也要买100只啊 武器商人就说 井虎好像不太喜欢这种武器 因为井虎认为只有杀鱼 才需要这种远程杀人的武器 大家马上听出此话含义 也就是武田如果买这种武器 武田家就是一群懦夫 不过武田家成认为 井虎就是个小孩太天真了 武器当然越先进越好 想赢战争就需要好的武器 秦信听完后觉得井虎并非一般人 立刻问军师对于井虎的看法 军师说井虎虽然年轻 但只花了短短数月就统一越后 并被称为越后之虎 还有本事将许多善战的敌对大名 都控制在春日三层中 这个人对武田家未来扩张领土之战 一定会成为极大威胁 于是秦信下令 必须严密监控井虎 必须知道井虎的所有喜好和旗下大将全部嫡系 而井虎这边也在学习武田家的军略 据说武田秦信在战场上随时会带着碎金 只要有人在战场立功 就会当场发放奖赏 用这种直接又简单的方式 就能激励所有将士上战场杀敌 虽然秦信是敌人 但能向他学习的用病之道还是该学 到了1548年武田军向信隆出兵 从山上眺望远方的信隆 而正在越后春日三层练兵的井虎立刻收到消息 武田军已经开始收买信隆的各大名 如果武田军顺利入侵信隆 接下来肯定会继续北上侵略越后 武田的作战方式非常特殊 除了要防止武田军进攻 还必须担心身边的武将被收买 也许越后的武将已经有人被收买了 但不管如何 总有一天一定会和武田军交战 几年过后 武田情信离间常委加城 昭田常入戒 但昭田被判后立刻被常委军讨伐 常委军用非常快的速度冲向昭田城 昭田军只能在城上放箭和丢火球 暂时抵挡敌方共事 在城中的昭田非常烦恼 因为昭田城已经被包围五天了 缺水缺凉的状况下无法继续农城 昭田开始抱怨五天为什么还没派援军来 原来是因为景虎的攻势太快 连五天都没料到昭田城会这么快被包围 所以还必须要两天入城才能抵达昭田城 就在这时候 有人回报在攻城的时候 抓到正在逃出城的昭田妻儿 景虎认为这是让昭田投降的好机会 立刻派出死者威胁昭田 如果不开城投降 就会杀掉他的妻儿 烧点听完后觉得非常可笑 珍惜妻儿性命的人 怎么可能会举兵魔反 诉完后拔刀斩杀前来游说的死者 并和城下的常伟军说 景虎是不是不杀人质就不会打仗啊 之前的胜仗一定也是靠杀敌方妻儿才赢的吧 常伟军知道死者被杀后 知道谈判已经决裂 但景虎一直犹豫要不要杀掉无法抵抗的女人和小孩 而身旁的宇卓美却擅自下令斩杀人质 景虎只静静的看着人质死去 城上的昭田看到家人被杀后也大声笑了出来 围城结束后 景虎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独自逃离春日三城 开始四处流浪 这个举动让越后开始动乱 陆续有其他武将被判加入武田军 所以其他家臣立刻追回流浪的景虎 希望他可以继续统领越后 这样才不会有人继续叛变 另一边武田家臣为了继续拉拢长尾家臣 来到于卓美定行的城中 武田家臣和于卓美说 武田军不打算和越后的人交恶 武田家只想要杏农这块土地 因为杏农地大而且土地肥沃 这样才能养活武田军上万将士 希望日后武田攻打杏农的时候 越后不要出兵支援杏农 于卓美听完后只说景虎是重情义的人 见死不休的要求有点难以实现 但并没有明确拒绝武田家臣 到了1553年 武田军击败村上益青进入川中岛 景虎这边很快就收到村上益青的球员 毕竟武田如果城中夺下信隆 下一步肯定会侵略越后 为了阻止武田军继续挺进 景虎率领一万大军同样在川中岛布阵 为长达五次的川中岛大战开启序幕 但这次并没有大规模的战斗 常伟军只让士奇景佳和村上益青等人进攻 小打小闹 到了晚上大家就开始喝酒跳舞放送心情 但景虎突然收到消息 最信任的家臣于卓美定行 竟然已经投靠武田家了 虽然景虎不相信 但身边的家臣非常愤怒 认为必须严惩这个背叛者 几天后 武田军突然派使者向景虎要求改日再战 因为武田军见识到常伟军的厉害 所以决定先撤军 希望常伟军不要背后脱袭 这些要求也正合景虎的意义 所以双方决定一起撤军改日再战 过了一阵子后 景虎为了确认于卓美是否真的叛变 亲自率军到琵琶岛等待于卓美的回复 而于卓美也率大军前来赴会 景虎看到于卓美带了大量的马 就知道没有办法好好谈了 于是立刻上马拿着长枪 独自和于卓美交手 双方到河边交手几回合 景虎一只占下风 还被于卓美说这点力量根本不可能战胜吴田 但最后于卓美还是故意败给景虎 于卓美认为能被自己提拔的人所杀非常光荣 而常伟军看到景虎斩杀背叛者后也士气大胜 到了1561年8月14日 为了讨伐在川中岛组成并夺走信隆的吴田 景虎决定亲自率领大军消灭吴田家 这时候景虎已经继承上山家名号 改名为上山镇虎 打着消灭入侵着吴田的名号前往信隆 8月18日 知道上山进攻的吴田信玄也开始出兵布阵 但城中的人却看到上山军没有停下来围城 反而继续行军不知道要去哪 隔了两天后才有人向信玄回报 上山布阵的位置不是在城边 而是在川中岛南边的七女山 信玄天王后非常佩服上山的战略 因为上山军总共一万三千人 功臣必败无疑 所以上山军这次目标改为直接斩杀吴田信玄 而吴田也不是笨蛋 所以率领一万八千大军 前往七女山对面的另一座山 查旧山 直接在上山军面前光明正大的布阵 过了六天后双方都没有动静 吴田军开始焦虑 为什么上山布阵后却每天饮酒作乐 不像要打仗的样子 这时候信玄突然想到 春日三成派兵征援到这只要两天时间 上山假装在七女山布阵 其实是要让援军从其他方向偷袭查旧山 看出上山计谋的吴田军 趁晚上彻离查旧山 上山这边马上知道自己计划失败了 原本想在信玄前往海晶城的途中消灭信玄 却没料到信玄会在夜间行军而错失机会 9月9日 吴田军全员在海晶城布阵 准备向七女山进攻 到了晚上大雾弥漫 无法看清远方 上山知道信玄一定会在雾中行军偷袭七女山 所以必须立刻下山前往川中岛重新布阵 而吴田军如上山所料将病例分为两组 游马场信玄等人率一万两千人攻打七女山 而吴田逐利则是前往川中岛布阵 但信玄没料到上山这边早已快速下山 七女山已经没人了 到了早上大雾终于渐渐散去 不好证的信玄没料到上山的大军竟然已经近在眼前 吴田军只能先以火枪兵射杀敌军 上山军也开始向前猛冲 大战终于开始了 在这一战中信玄的弟弟吴田信玄被上山军假装撤退引诱出来后 再以大军团团包围 最后吴田信玄战死沙场 而上山看到时机到了决定全军攻向吴田本镇 一定要亲自斩杀信玄 这时候前往七女山的吴田军终于回到川中岛加入战局 信玄认为这是回击的好时机 也命令全军进攻 上山和信玄终于在此战碰面 立刻拔刀开始施杀 最后上山成功砍伤信玄后 因为吴田军士兵阻止 没有成功杀掉信玄 杀敌失败的上山为了避免被吴田军夹击 立刻率领大军离开战场 结束了这次的大战